也给大家提了个想 平时还是要及时做好车辆的保养工作 不要让车辆带病上路 15号凌晨3点多 在朱永高速一隧道内 一辆小车是开得歪歪扭扭 巡逻民警发现后 立即拉响了警报跟在后面 并通过喊话提醒 那这辆小货车司机究竟怎么了呢 一起来看 公共视频显示 原本在右车道行驶的货车 开着开着向左偏 压着白线开离阵后 又向右偏移 在高速上 这般歪歪扭扭的蛇行走位 实在令人心惊 后方几辆货车纷纷按喇叭避让 正在隧道巡逻的民警发现情况后 立即拉响警报 尾随货车喊话提醒 随后警车将货车安全带离高 货车驾驶员则 刘某表示自己从温州苍南出发 前往杭州 半路太过疲劳 一不留神差点睡过去 民警随机查看了货车的行驶轨迹 显示从13号开始到15号 车辆一直开开停停 并没有长时间的停车休息记录 最长一次也就停了4个小时 看来刘某涉嫌疲劳驾驶 民警对刘某进行了批评教育 并按照规定对其做出了罚款200元的处罚 并责令司机刘某将车停在出口休息好了再走 刘某最终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向民警表示感谢 表示一定会休息好再开车 记者刘芳芳编辑报道